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常年其实针对的大部分是国际商业的一些合约或者是说一些并购这些关系陈长文律师比较没有去接触刑事案件 外界推测陈长文亲自出马机会不高可能由陈长文掌舵的律师事务所其他资深律师负责 终点费每人粗估一万两千元以上三名律师代理侦查阶段就要五十万元起跳 如果到三审定业预计要两百万元 陈律师几乎不打诉讼了所以根本无从去窒息 这个案件如果撇除政治问题花费时间其实不会太多 一些录影画面或者是过往的一些人证 他自己也承认他有做这样的犯罪行为 所以案情并不复杂 至少两百万元的诉讼费用陈同佳如何负担 居中牵线的牧师管浩明又有北京政协身份 和法界政界的重量级大佬陈长文搭上线 让陈同佳案政治位更浓厚 三十万陈学是出名头的